在美国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的话 要看医生是非常贵的 治疗一次牙齿恐怕要上千元 在慈济爱满地医疹中心的牙科门诊 就专门提供低收入户来看牙 拔除了他们的病骨之后 很多人愿意行善 甚至最近有一位民众表示 她要捐出自己部分的遗产 加入行善的行列 年轻时巴巴拉喜欢露出牙齿 逢人就笑 现在怎样都不敢张口 因牙巢病变 牙齿全都掉光 她离婚又因背痛无法工作 根本没有钱做治疗 在志工的协助下 来到慈济爱满地医门诊中心 终于不用再忍受牙疼 任医会要为她做全新的假牙 也提供她整理花圃的工作 以供待证 支付医疗费用 慈济在美国推动医疗置业 帮助没有医疗保险的病患 他们不止医病 也医薪 七十多岁罗贝塔爱看书 书柜里有二十多本金丝书籍 每一本都画满重点 甚至还做了笔记 他大概比我们大家都有工 人有二十难 也因为读了这些书 画起了他和妹妹的纷争 和左邻右舍也不再吵架 他更进一步决定 要把遗产的一部分捐出 帮助更多人 把他所感受到的爱 再传递出去